通告快乐在线的各位学员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神级课堂 我们今天接着学第四节分析程序 那我们的分析程序呢 将从以下几方面内容讲解 第一定义 第二分类 第三应用 那我们在讲分析程序之前呢 首先给大家做一个课程导入 给大家讲一些底层的原理哈 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分析程序呢 你看我们一共有七大兵器 检查 观察 函证 重新计算 重新执行等等 那我们的函证刚才大奖特奖完了 在我们的七大兵器当中 那为什么分析程序也这么重要呢 这里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的审计定义是什么 我们要合理保证审过的报表没有大错 对吧 我们怎么保证审过的报表没有大错呢 这就需要我们注册会计师 能够透过企业报表的表现 去找到它的本质 然后能够对照我们的标准 去寻找问题和差异 这个标准往往就是我们 试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如企业会计准则呀 小企业会计准则等等 好 这就要求我们注册会计师 必须要具备一些能力 才能够胜任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我花了点时间做的 我觉得比较适合来形容 咱们注册会计师 我们注册会计师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 首先第一个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什么叫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你看我们在前面讲七大兵器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观察程序呀 我们注册会计师一定要善于观察 去做风险评估程序的时候 你要观察被计员单位的时长环境 各种情况 然后你跟这个被计员单位的人员 如财务的人员聊天的时候 你要观察他的表情啊 观察各方面的信息啊等等 然后耳听八方 你要善于收集和分析各种信息 好 这是第一块的能力 第二块 要头脑复杂 要四肢发达 我同学说老师 不知道我听说的是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吗 你怎么来一个头脑复杂 四肢发达呢 我这里没说错啊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注册会计师 一定要思维及其的整理 要一定要考虑很全面 你看我们第二章 是不是学了大量的考虑因素啊 那个考虑因素 我在前面不就给大家说了吗 那其实就是我们考虑事物的各个维度 如果你思考问题 不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你是不可能梳理出这么多维度的 对吧 所以你要求我们一定要头脑复杂 那我们头脑做思考的时候 就一定要善于分析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怎么来分析 接着呢 我们还具备什么样能力 还需要具备沟通协调能力 我们从最开始做审计的时候 就要和管理层治理层沟通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沟通和协调 到最后还需要沟通 所以这沟通协调能力也是必须要具备的 那最后要耐压要抗打 这抗打是什么意思啊 注意要不是挨打啊 而是说我们一定要抗击打的能力要强 要耐压 为什么 因为往往我们做这种年报审计的时候 是一到四月份 那这个时候呢 业务量特别的多 然后工作强度特别大 加班加点是长事 而且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就需要你有极强的抗压力 因此啊 当你具备了这些能力的时候 你看你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大呀 那我们今天重点就来讲一下这个分析 也就是头脑复杂这一项 我们一定要具备很强大的分析的能力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分析 它是讲 将某事物分解成较为简单的组成部分 进行研究 然后找出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彼此间的一个关系 那说到底分析是对我们这个事物做一个结构 做一个对比 做一个联系 然后找到他们的本质属性 好 这就是分析 那从我们审计的角度来来看呢 我们注册会计是在审计的过程中 只要面临两类问题 第一类是什么呢 第一类是错误 财务报表出现错误 第二类是 5B 那错误呢 它也是名枪 而我们第二类5B呢 它是暗间 错误相对来说 比较好找出来 而5B呢 却不太容易 为什么呀 因为5B往往它是蓄谋已久的 它是精心策划的 那我们从这个企业的一个经营的本质来看 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它会和内部的人事物 以及外部的人事物 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 对吧 如果它是5B了 它造假 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会造假 它不可能把它 与它有联系的所有方面 都能够造的天一无分 我们中国古人一直有一句话叫做 智则天律 必有一时 它不可能考虑得那么全面 所以我们在做审计程序的时候 就要用这种分析程序 把它这个大面上 全部都过一遍 看看哪些地方有异常 哪些地方有不对劲的地方 这往往就是我们查找5B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我们接着看第二点 审计当中分析程序 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审计当中分析程序 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寻找差异 根据这个差异调查原因 因为这个有差异的地方 往往就是分析点 就是我们审计的脱口 怎么来找这个差异呢 你看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会拿到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 会给我们提供它的账面的数据 它的账面数据 我们能够直接相信吗 注意不能 我们一再强调 被审计单位给我们提供的任何的数据 信息和资料 我们一定要保持直接怀疑 一定要自己验证 验证过了以后才能使用 对吧 所以它给我们提供的账面数据 我们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我们一定要根据被审计单位 它发生了经济活动 然后建立一个正确的预期 什么叫建立正确的预期 也就是假如你是这家单位的会计 你应该如何按照我们相关的会计准则呀 或者会计制度的规定 来进行账户处理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预期 你在心里建立了一个正确的预期之后 再和被审计单位它的一个账面的数据 进行一个对比 如果中间有一些差异 这个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我们就顺着这些差异点 把它一步一步的查找下去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分析程序的本质 那接着其实分析程序呢 它可以全面应用于我们的分险导向审计当中 它也体现了我们分险导向审计的精髓所在 为什么呀 什么叫分险导向审计 分险导向审计它的本质就是 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我们拿到这个财务报表 不再是这种雨露均沾 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审计 什么都查 这样往往对于小单位 小企业来说可能还做得到 如果我们现在审计一个大型的企业集团 上市公司面对成千上万本账册 你根本做不到 我们需要有针对性的 有目标的 有重点 有层次的审计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些 有问题的分险点 作为我们重点审计的领域 而我们刚才通过这个分析程序 就筛选出一个一个的分险点 这就是我们要多花力气的地方 好 这也再次体现了我们分险导向审计的思路 下面呢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让大家进一步理解分析程序的作用 蓝田股份呢 是我们中国股市上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负面的教材 为什么呀 因为它造假造的实在太奇葩了 那蓝田股份它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呢 是农产品的生产 1995年的时候 靠着农业部的背书 蓝田股份在A股上上市 成为了中国农业的第一股 当时啊 这个股市上有这么一个段子 什么段子呢 某股民说 最近我们某家上市公司肯定要发布公告了 说他们的公司的这个水产养殖 因为发大洪水 然后导致呢 一个一个的甲鱼 都被大水给冲走了 好 它这个公告一发布出来呢 这个股价就硬生下跌 因为这个利润大减嘛 结果 庄家完成了吸筹之后呢 这个企业又发布公告 说当时发大洪水的时候啊 这些甲鱼特别的聪明 一个一个都爬到树上去了 然后洪水退了以后呢 甲鱼又下来了 我们派人去盘点 发现甲鱼一只都没少 当时 当时这个 古世间就流传这么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 嘲笑的是谁呢 暗粉的是谁呢 就是我们这个蓝田股份 为什么呀 大家看看它的数字 有多么的奇特啊 到了2000年末的时候 蓝田股份的总资产 从2.66亿增加到了 28.38亿 注意只有四年的时间 暴涨了十倍 这个正常吗 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它都是像 像一条直线式的发展 这个正常吗 一般来说正常都应该 这样缓慢的发展 对不对 好 这也就是我们蓝田股份的一个背景 接着我们再来看它的可疑的数据 首先第一个是应收账款的占比 公司2000年的销售收入是18.4亿 应收账款仅857.2万元 那这样算一下的话 它的应收账款占比 大概不足版 千分之五 大家想想 应收账款的占比如此之低 说明什么 说明这家单位 它在整个市场供应当中 占据极其强势的地位 我一律不给你设销 1000个人 只有五个给你设销 因为占比只有千分之五嘛 剩下的995个 你必须要给我一手交钱 我才给你一手交货 这个正常吗 你能够这么强势吗 能够达到全部都来限销 必须限销 我一个都不给你设 这种比例 是不是比较异常的一个比例啊 好 这就是一个分析点 然后2001年中期的时候 这个状况也没改变 销售时候是8.2亿 应收账款才3159元 59万元啊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它的超高的毛利率 2000年年报 以及2001年的中报 显示蓝天股份水产品的毛利率是 32% 饮料的毛利率是46 而持名品牌成的录录的毛利率不足30% 注意看 我们 这一家蓝天股份 它的饮料的毛利率是46 而 这个同样的 持名的品牌 注意是持名的 品牌知名度比它高 录录的毛利率是不足30% 我们就算30% 看 高了别人16个点 这个正常吗 这是不是又是又不正常的点呀 对吧 高太多了 然后接着是现金流可以 2001年的中报显示 蓝天股份加大了对银行资金的依赖程度 流动资金的借款增加了1.93亿 增加幅度是200% 又增加了将近两个亿 然后这也和它良好的现金流表现是不太相符的 按照公司优秀的现金流表现 自有资金是充足的 而且账上有11.4亿的未分配利润 为什么会这么依赖银行接待呢 注意看 它向银行借了将近两个亿 而账上却躺着11.4亿没分配 因为你像银行借款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呀 你要付利息的呀 对吧 像贷款的利息一般都是五六 甚至还会更高 你干嘛要付这5%6%的利息 然后自己账上躺着的钱你不用 这是不是都是一些很反常点 那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就会发现 它反常的地方是不是非常的多 接着往后看 2000年的时候 公司实现了经营性的现金流量是7.86亿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金流量是7.15亿 注意啊 这一侧是7.86 然后全部投出去了7.15 看这数据是不是非常的相似啊 当然绝大部分是固定资产的投入 这两个数字这么相近 这难道是巧合吗 然后产品的毛率又会怎么会这么高呢 别人高了那么多呢 接着我们看第四 水面养殖的营收如此高 2000年的三月 蓝田的负责人曲兆玉自豪的介绍 公司拥有的高产值的特种养殖鱼塘面积 只有一万亩 它是特种的 然后但每产值可达到三万元 是厨房经营的十倍 注意 它能达到别人的十倍 天哪 正常吗 你能给别人高个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就不得了了 就说明你的管理能力非常非常强了 对吧 你既然能达到别人的十倍 简直是不可思议 那一只鸭子一年的利润 那相当于生产两台彩电 一只鸭子一年的利润 那相当2000年的时候两台彩电 那时候的彩电可不像现在的彩电啊 这是2000年啊 那时候彩电可还算是比较热销的产品 而且彩电的价格是很高的 我们现在的彩电估计大团家里都放在那当一个背景音了 对吧 或者说干脆就当摆设 然后从来也不想去打开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电视放下太麻烦了 按一次进不去 要这个会员 再按一次要那个 那个俄罗斯套娃的这种方式 让人现在越来越不想放电视了 对不对 现在因为有手机电视已经成了一个备受冷落的产品 但是当时电视却是极其热销的 一只鸭子竟然能相当于身材两台彩电 可能吗 是不是让人感觉整个就是一个神话呀 而我们从这些数据当中就可以发现什么 发现到处都是疑点 和我们常规的和我们正常的是根本就不太一样的 而且是偏离常规太多太多对吧 我们从刚才的一个一个数字就能发现 它的问题会特别的多 那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 实际上就可以顺着这些问题点 作为我们审计的一个切入口 然后进行调查 进行验证 好 这就是我们分析程序的一个作用 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审计的方向 能够给我们提供审计的线索 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 应该把重点的资源 重点的精力投放到哪里去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分析程序的总体的作用 分析程序总体的作用就是军师和谋士 因为我们的分析程序 实际上在我们审计程序当中 相当于大脑的作用 我们在作战之前 我们首先要排兵 要布阵 对吧 要运筹帷幄 我们要知道该怎么打 往哪里打 打的时候应该布多少的兵力 对吗 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蓝天的案例 就会看到 这些有问题的点 特别异常的点 就是我们要重点排兵布阵的地方 然后这就是我们分析程序 它总体的作用 接着我们再来看它的具体的作用 那我们分析程序的具体作用 就分为三个阶段 我们有三个具体的阶段 一个是风险的评估阶段 第二是实质性程序阶段 第三是总体符合的阶段 那我们的风险评估阶段 我们主要是确定 重点的审计领域 早初我们应该往哪里 去审计 哪里作为切入口 而实质性程序的阶段 它主要是辅助 细节测试来 查实错报的 最后在总体的 符合的阶段 主要做一个复盘和回顾的 那我们这几个阶段 应用分析程序 它最终的要达到 保证审计的质量 节约审计成本 和提高审计效率 因为如果你不最开始的时候 总体谋划一下 然后总体进步局 哪些地方要多花精力 哪些地方可以 只做常规的程序 如果你不做这样的安排的话 你会花的时间特别的多 而效果未必好 所以我们通过 应用分析程序的方式 就能够帮助我们 节约审计的成本 帮助我们保证审计的质量 最后提高审计的效率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分析程序 是不是哪里都能用呢 我们在前面讲 我们七大兵器的时候 也说过 分析程序 它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用 对吗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中间这一块 控测试 它是用不了的 前后才能用 那我们分析程序 为什么控测试用不了呢 因为它是有相应的前提条件的 第一 分析程序 它一定要有数据 因为分析程序 它的本质是 分析我们数据 数据之间的一个关系 无论是财务数据 还是非财务数据 总之就是分析数据之间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有数据 像我们的内空测试 它是没有数据的 因为它是来看规章制度 是好还是坏 是有效还是无效 它是一个定性的考量 所以呢 不是用分析程序 另外一点 分析程序 它的应用的前提是 数据之间 还要有稳定的预期关系 如果数据之间 没有什么稳定的预期关系 我们也不好分析 我们无法下手 好 这是我们分析程序的前提 下面呢 我们来正式讲解 首先我们看定义 分析程序 它是指注册款机师 通过分析不同财务数据之间 以及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之间的 内在关系 对财务信息做出评价 那么这么一大段话 我们要善于迅速提炼出关键词 把握他们的本质 因为我们做财务 一定要锻炼这种一眼万年的能力 一眼看到本质啊 那分析谁的内在关系呢 数据 什么数据呢 有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 财务数据和财务数据 好 这就是我们的分析程序 接着看 分析程序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在必要的时候 对识别出的 与其他相关信息的不一致 或者预期之差异重大的波动 或关系进行调查 那这是强调 如果有些不一致 有差异 有问题的点 我们一定要进行调查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凡是出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异常的地方 反常的地方 这往往就是我们调查的一个切入口 接着看 以下三个阶段会用到分析程序 但是要求不同 总结如下 那么这三个阶段的应用要求 考试的时候非常爱考客观体 一定要记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风险评估阶段 是否应当应用呢 注意必须用 准则明确要求必须用 然后实质应程序阶段呢 它是可用可不用的 因此它是个问号 接下来是我们的 总体符合阶段必须用 那么这里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两头是必须用的 中间是可用可不用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2022年的真体 下列有关注册会计师 实施分析程序 目的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A用作分险评估程序 B用作控测试 C用作实行程序 D用作临近審计结束时 对财务报表 进行总体符合 那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个表格 特别的重要对吧 那我们从那个表格当中 就可以找出来 你看我们的分险评估程序 它是必须用的 实际程序是可用可不用的 然后用作我们 审计临近结束 对财务报表进行总体符合 这也是必须用的 而控测试呢 控测试我们能用到分析程序吗 注意用不到 注意用不到啊 为什么呀 因为分析分析一定要有数据 控测试当中它是没有数据的 因此用不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这道题 接着来看一下我们分析程序的分类 分析程序实际上就分两类 第一类呢 是我们把分析程序用于实景程序当中 这时候要给它加一个前缀 实质性 这样就叫实际分析程序 然后其他呢 就叫分析程序 那实际分析程序和分析程序 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没有 实际上就相当于分析程序 多穿了一个马甲 多加了一个前缀而已 它是因为在我们实际程序这个阶段 就要把这个马甲穿上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 咬完嚼字 用了三分 分析程序的关键点在哪里 分析分析掉的数据 就像刚才做的一道 练习题一样的 如果是控测 控测试 它是没有什么数据的 因为控测试 是来测试内控制度 似乎运行有效 它是一个定性的考量 相当于评价好坏一样的 所以它没有数据 用不了分析程序 第二 为什么分析 评估要用分析程序 而控测试不需要 那我们刚才讲过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分析程序的具体应用 分析程序 首先是用于我们的 分析评估程序 那分析程序用作 分析评估程序 以了解被审单位及其环境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分析评估的时候 注册会计师 可以将分析程序询问 检查观察 结合使用 以获取对被审单位 及其环境的了解 识别和评估 财务报表层次和具体 认定层次的重大 错报风险 那其实在这个阶段 我们分析评估程序 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 主要起到去发掘 哪些地方是高危区域 哪些地方 以及发出了预警的提示 预警的信号 然后呢 为我们提供 审计的线索 指明审计的方向 这样有重点 有层次的 去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阶段 用分析程序的总体要求 这一块注意 两颗新地位必几 注册会计师 在实施 分险评估程序时 应当应用 这个我们在最开始 讲表格的时候 去给大家强调 两头是必须用的 这是应当应用 以了解 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再了解 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用分析程序时 强制要求 明确规定必须用 我们要注意两点 第一 注册会计师 无需再了解 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 每一个方面 都实施分析程序 注意 我们虽然要求 在分险评估 这个阶段要用 但是并不是要求 每一个方面都用 这是两个概念 不要弄混了 这个阶段 你一定要用 但并不是360度 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方面都有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 在对内部控制了解当中 注册会计师 一般不应用分析程序 因为没有相应的数据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在我们分险评估阶段 应用分析程序 它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汇总性比较强 我们在这个阶段 它使用的数据的汇总性 是比较强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 在我们的分险评估阶段 我们是拿到它的财务报表 然后呢 去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环境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彻彻底底的了解一遍 看哪些地方 它的经营的情况 它的经济活动 和财务报表的数据 是不太相符的 是不太一致的 对这些不太相符 不太一致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的分险点 也就是我们的高危区域 也就是我们后期 要重点审计的地方 你看 由于我们在最初的时候 是拿到它整体的财务报表 然后是和被审计单位 内到外的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 做一个全面的对比 所以它数据的汇总性 是很强的 好 那它的对象 主要是财务报表当中 账户余额 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这时候所使用的分析程序 通常包括 对账户余额变化的分析 并辅置于趋势分析 和比率分析 我们会对它的财务报表 各类账户余额 做一个对比 今年的和去年的 然后它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它比率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分险评估阶段 使用分析程序的第一个特点 汇总性很强 接着我们看第二点 它的力度不够 与我们的实质性分析程序相比呢 在分险评估过程当中 使用的分析程序 并不足以提供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分险评估阶段 重点是看这个财务报表当中 哪些区域是高位区 哪些区域不太对劲 哪些区域是要作为 我们后期重点审计的利益 所以我们像拿一个放大镜 大概看看 把这个区域圈出来就可以了 不是特别的精细的 因此它和我们第二阶段分析程序相比 并不足以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好 这是我们第二点 力度不够 那接着它具体的应用呢 具体应用其实前面大致说过 我们的分析程序 它实际上和我们的风险评估三部曲 是紧密连在一起的 首先我们拿到被审计单位 它的财务报表之后 那它只是它账上的数据 我们不能直接相信 我们必须要检查 我们必须要验证 那怎么检查怎么验证 这时候就需要全面的了解 被审计单位 它的环境和情况 从上到下从里到外 彻彻底底的了解一下 那么了解的过程当中 这时候我们就会建立起 一个初步的预期 什么意思呢 你看去年 我们各行各业都受到 疫情极大的影响 对不对 这是一个大环境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去审计 某一个电子行业 由于这个电子行业 它的产品大量是出口的 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 出口大量受挫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整体的环境 那我们了解到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看到它的财务报表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它的财务报表 它的销售收入 相比上一年 也就是二年相比二一年 不减反增 而且增幅达到30%以上 这和我们整个 组营出口电子产品的行业 是完全相悖的 那其他的这种单位 几乎全都是大幅度萎缩 大幅度的下降 它却大幅度的上升 这时候就是什么 这时候就出现了差异点 我们就要把这种差异点 找出来 我们一看它这一块大幅上升的是什么 是收入 是收入对吧 因此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初步确定 它的收入很可能有虚增 虚构的风险 好 这就是我们 在了解被省一单位及其环境 在风险评估的时候 综合运用我们的分析程序 当然这一块会在我们第七章 讲分析程序的时候 会通过大量立体 再给大家讲如何具体运用 风险评估的三部曲 现在呢 灌个耳音就可以 下面我们来看真题 2022年的真题 夏立克祥中通常不属于注册会计师 在风险评估阶段 实施分析程序的目的 这是 注意他问的是 不属于我们风险评估阶段 用分析程序的目的 A 识别潜在的重大初暴风险领域 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在这个阶段用分析程序 主要就是圈出这些风险点 这些雷区 这个肯定是 对吧 这不符合体 B 发现财务报表的异常变化 这种异常变化 这种不对劲的地方 往往都是分险点 这个也是 接着C 识别表明 被审计单位持续经济能力 问题的事项 如果我们在了解 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时候 发现这家单位 出处亮红灯 如供应商都给他们供货了 然后主要的客户都跑了 还有核心的员工也都跑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 这家单位很可能要关门了 要破产了 要关张了 对吧 这就是被审计单位持续经济能力 可能出现了问题 这也是我们分险评估的时候 可以分析出来的 接着D 确定财务报表整体 是否与注册会计师 与被审计单位的了解一致 这个注意 这也不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分险评估阶段 实施分析程序的目的 这是第三阶段的目的 好 这个不对啊 那么这条题应该选的就是我们的D 虽然我们的D还没讲到 但是我们前三点是在 我们讲分析程序 在风险评估阶段 拥有了一个目的 已经讲过的 因此这条题还是可以把它选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2018年的整体 下列有关用作 风险评估程序 分析程序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我们来看哪个错误 A 此类分析程序所使用的数据 汇总性比较强 这个说法没问题 因为我们是拿到它整个的财务报表 然后去看哪些地方有问题 哪些地方不对劲 哪些地方是高位区把它圈出来 所以它整体的汇总性的确比较强 然后此类分析程序的主要目的 在于识别可能表明财务报表 存在重大粗暴风险的异常变化 的确是找这种风险点 然后此类分析程序 通常不需要确定预期值 注意错了一定要确定 如果不确定预期值的话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风险点呢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反常的呢 一定是你有标准 你才能够比较出反常或者不反常 对吧 所谓的预期值就是一个标准 所以不确定预期值 你是没办法找出什么是反常的地方 什么是有问题的地方 什么是我们的风险点 这块一定要确定预期值 当然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 接着我们来看 此类分析程序通常包括账户预额变化的分析 并复制于趋势分析比预计分析 那我们拿到以后 我们会对这个报表当中 各个账户今年和去年做一个对比 或者同期 或者是和上期做对比等等 那这个说法没问题 因此这道题应该选的是C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 我们的分析程序用作实际程序 也就是我们第二个阶段 那我们的第二个阶段 它是用作实际程序 我们要回顾一下 以前讲过的实际程序 有两类 第一个是细节测试 第二个是实际分析程序 细节测试的全名叫 对各类交易账户预和 立报的细节测试 那我们接着来看 实际分析程序 它是指用作实际程序的分析程序 它与细节测试都可以用于收集审计证据 以识别财务报表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 好 这是我们实际的分析程序 那接着我们要来给大家稍微对比一下 分析程序和细节测试 它们作用上的细微的差异 那分析程序呢 其实更像我们看到的 这种战争片当中的军师和参谋一样的 而细节测试更像我们的士兵一样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目的 在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时 注册会计师可以将分析程序 作为实际程序的一种 单独或结合其他的细节测试 以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识别财务报表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 那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我们分析程序 在我们实际程序阶段叫实质性分析程序 它往往是和细节测试一起结合起来使用的 也就是大部分情况是结合起来使用的 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适用的条件 那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说过 我们大部分情况呢 都是把分析程序和咱们的细节测试 结合起来进行使用 也就是相当于咱们的军师和参谋 要和士兵配合一起来打仗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文字的表述 一般的情况 当实用分析程序 比细节测试更能有效的将认定层次的 检查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时 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单独或结合细节测试 运用实行分析程序 好这就是一般的情况 但是要特别注意 还有特殊的情况 特殊情况是什么呢 如果重大错报风险较低 且数据之间有着稳定的预期关系 注册会计师可以单独使用实行分析程序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那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爱靠客观体 一定一定要注意记一下 那我们通过两张图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在审计学习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一般的情形 还有特殊的情形 那么中间这里 大部分就是一般的情形 两头这种就是特殊的情形 我们做审计一定要思维很缜密 要考虑很全面 不能光盯着这种大多数的情况 一般的情况 还要注意一些极端的特殊的例子 一定不能思维过于绝对化 而考试的时候 特别爱考这种绝对化的题目 如果一旦出现这种绝对化的题目 你要能够识别出来 而这种一般和特殊也有点像什么 像我们的白天鹅和黑天鹅 在17世纪以前 欧洲人一直认为天鹅只有白色的 一提到天鹅马上想到的就是白天鹅 但是当澳大利亚出现黑天鹅之后 也就17世纪以后 你现在颠覆了原来欧洲人的认知 他们想天哪 竟然天鹅还有这种黑色的 像乌鸦一样黑 这其实就是一个 一般和特殊的一个关系 大部分情况天鹅的确是白的 但是有个别地区的 天鹅也是有黑色的 你不能太过绝对 一提到天鹅就说 天鹅只有白色 那太绝对了 我们考试都会同样如此 如果那题目当中说 只有这一种情况 那错了 还有些特殊情况 你必须要考虑 所以我们这里讲的一般 也就是大部分的情况 是我们的实行分析程序 和细节测试结合起来 但是有些特殊的条件 满足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实行分析程序 仍然可以单独使用 照样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好 只要注意一下 这块很爱考课关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事项 第一 分析程序 有其运用的前提和基础 它并不适用于 所有的财务报表认定 有些认定它是不太适合的 为什么呀 因为你看我们前面在说 分析一定要有数据 而且数据之间也一定要有 稳定的预期关系 如果你的有一些项目 它之间是没有预期关系 是不太适用的 你看像我们的权利和义务认定 这个就不太适合用分析程序来用 来做 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 我通过分析 好像分析不出来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对吧 哪有什么比率 哪有什么趋势啊 所以像我们的权利和义务 就不太适合 然后第二 分析程序的精准度 它是受限的 它是一种间接证据 证明力相对较弱 就像我们刚才说 我们的分析程序 它像军师和参谋 然后我们细节测试 像士兵一样的 我们军师和参谋 它往往是运筹帷幄 决胜于千里之外 它是在前面打仗的吗 是冲锋陷阵的吗 不是 它是直接杀敌吗 不是 而是他在后台排兵布阵和指挥的 对吧 那究竟呢 敌人长什么样子 是一米八高 还是一米九高 是特别胖 特别壮 还是很瘦小 他能知道吗 他不知道 他不像我们士兵 直接和对方是短兵相接的 知道的一清二楚 所以我们的分析程序 它的精准度是受限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的这些指挥官不可能知道 前线某一个 每一个敌人长什么样 对吧 它是一种间接的证据 它站在后台的 所以它的证明力相对要弱一些 不像士兵 直接是短兵相接的 那下面呢 我们来做我们的例题 首先是2022年的真题 下列有关实际影分析程序的 说法中错误的事 我们来看哪个错误啊 A细节测试能够比实际分析程序 更有效的降低认定层次的 检查风险 这个说法对吗 注意这个说法太过绝对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看 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我们的一般的情形 一般的情形 的确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分析程序和 我们的细节测试 结合起来的使用 但是有特殊的情形 满足条件的时候 分析程序照样能单独使用 取得很好的效果 而他这里说 细节测试能够比实际分析程序 更有效的降低认定层次的 检查风险 实际上就是否定了 有特殊情况的存在 我们前面一再给大家强调 大部分的情况的确是白天鹅 对吧 天鹅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但你不能否认 还是有个别的黑天鹅 如澳大利亚就有黑天鹅 对吗 所以这个说的太绝对了 接着B 在某些情况下 单独实施实际分析程序 也可能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就说的比较到位了 某些情况 同学们一定要善于翻译 这是我们典型的审计的表达 审计的数 在某些情况下 它的含义就是特殊的情况之下 也是可以单独实施 实际分析程序来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 接着我们看C 实际分析程序 并非适用你所有的财务报表项目 认定 的确这样的 如果这个报表项目 数据太少 或者数据之间没有稳定的预期关系 没办法用分析 那有些认定 权力和义务认定之类 没办法用分析的 所以 这个说法没问题 接着定 运用实际分析程序 可能可以降低 审计的成本和审计的风险 这是对的 正在我们最开篇 讲我们审计当中用分析程序的底层逻辑的时候 大家说了 为什么要用分析程序 为什么这么重视 就是先用它来做一个整体的筛选 找出我们审计的线索 指明审计的方向 锁定重点的审计领域 这样来降低审计的成本 还有审计的风险 因此这个说法没问题 那么这条题错的就是A 注意这条题的A表达比较隐晦 它的潜台词 同学们一定要弄懂 它的潜台词就是 只有细节测试才可以用 实际分析程序什么情况下 都不能弹入 注意错了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题 下列有关实际分析程序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实际分析程序达到的精确度 低于细节测试 这个说法没问题 然后B实际分析程序 提供的审计证据是 坚决的证据 因此无法为相关财务报表认定 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注意这又是一个经典的错误 那么这条题用了一种粗题套路 叫因为所以法 它呢 先告诉你原因 接着告诉你结论 那同学们千万不要被中句式所吓到 你一定要会辨别 它内在的逻辑关系是否真的成立 如果内在的逻辑关系不成立的话 你要直接否定 我们来分析一下 实际分析程序 它提供的审计证据是间接证据 这句话没错 因此无法为相关财务报表认定 提供冲锋适当的审计证据 它俩逻辑关系不成立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我们实际分析程序 它的确是提供间接证据的 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之下 单独使用实际分析程序 照样可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它一定不能把这种特殊的情况 完全排除在外 不能表达的过于绝对 不能因为我们实际分析程序 提供是间接证据 就直接一棒子把它全部打死 好 这个说法不对 我们应该选出B 接着C 实际分析程序 并不适用于所有财务报表的认定 这个我们刚才做过 接着D 作者会计师可以对某些财务报表认定 同时实施实行分析程序和细节测试 这是没问题的 其实这是大论情况 我们往往都是结合起来使用的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